真的太夸张 有一名汽车驾驶行进苏花公路观音路段时 发现对象有一辆沙石车在转弯处 居然是直接超越了前方另外一台沙石车 立项违规驾驶 所见最后还好没有发生擦撞 但是当时他在对象真的被吓坏了 气得上网发文 而警方表示沙石车跨越双黄线 要是造成伤亡将会被吊销驾照 汽车开在湾沿苏花公路 对象车道车流量不少 只见一辆沙石车经过后面又来了两台 右方沙石车疑似耐不住性子 居然在转弯处跨越双黄线超车 惊险画面再看一次 事件就发生在苏花公路 一名汽车驾驶24号行进观音路段 被这台迎面而来的沙石车 吓了好大一跳气的上网发文 表示苏花公路是全台湾最危险路段 沙石车的超车行为 根本是拿用路人安全开玩笑 对于苏花公路这个路段 因为沙石业者在花东地区 就是都是跑 俗花公路 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开车 他们是大车 这假如是对撞 他们觉得被撞的都是 小车 严重性会比较严重 警方表示 沙石车跨越双黄线 依法将开罚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罚还 若是造成伤亡更会吊销驾照 驾驶千万不能心存侥幸 记者陈敬业 华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